洪金宝是武打出身 眼过不少精彩的影视剧 但他儿子洪天明的成就 却不及父亲洪金宝的十分之一 按理说 有这样一个鼎鼎有名的父亲 洪天明再不及 也应该继身一线男性了 但是他现在为何依旧没有出名 父亲洪金宝对儿子洪天明 又是什么态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洪金宝和洪天明的父子关系 洪天明是洪金宝和前妻的孩子 与前妻分开后 洪天明一直跟着父亲洪金宝生活 但那时的洪金宝还在打拼事业 根本无暇顾及家中的洪天明 用洪天明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一年到头与父亲见面不超过五次 洪金宝作为原家班的大师兄 自小便养成了一种威严 对待自家孩子 洪金宝更是彻头彻尾的严妇 洪天明有时做错事 挨揍绝对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跟父亲洪金宝交流少 再加上父亲又那么凶 所以洪天明跟父亲的关系 也显得很生疏 虽然洪金宝是个严厉的父亲 但依旧会带洪天明出去玩 有一次洪金宝要去拍戏 洪天明舍不得洪金宝就这么走了 于是就拉着洪金宝不让他走 洪金宝若是不去的话 剧组就没办法继续拍戏了 但是这边洪天明又不肯放手 无奈这下洪金宝只好带着洪天明 一起去剧组 结果临开拍时剧组发现 少找了一个小孩 正发愁不知怎么办才好事 七岁的洪天明出现在了剧组 在征求过洪金宝的意见后 洪天明就开始了第一次上镜 不过洪天明真正入行 却是在16岁时 那时洪天明的朋友 想要去电视台面试 因为害怕就拉上洪天明一起 结果电视台没有要他的朋友 却看中了洪天明 电视台找到洪天明 表示想要签下他演电视 当时电视台并不知道 他就是洪金宝家的公子 所以洪天明确实是凭借自己努力 踏入演艺行业的 洪天明这边跟经营公司签完约 那边就准备回家父亲报备这件事 他本以为神明演员的父亲 会支持他的决定 但是洪金宝却不同意 让儿子进入演艺行业 因为身处五行的洪金宝 深知娱乐圈的艰难 他不想让儿子跟自己一样 每天排武打生恨累累 洪天明却不以为然 再说他已经跟公司签约 也不能再毁约了 没办法 洪金宝只好对儿子洪天明说 你要想清楚 因为在娱乐圈里 很多事情不是你一百分的努力 就会有一百分的回报 洪天明听过父亲的话后 连连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此后洪天明就正式进入影视行业 既然夫子俩都在影视圈 那么必不可免的就会在一起拍戏 但是因为一场对手戏都没有 所以两个人也很少见面 洪天明说 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他也参加拍摄 因为没有对手戏 经常是他在的时候我不在 我在的时候他不在 虽然不常在剧组见面 但毕竟是亲夫子俩 此下肯定还是有所交流的 当洪天明遇到不会的问题时 就会去找父亲洪金宝 而对于洪天明的表演 洪金宝是这样评价的 我期待他的演技上能够再进一步 我很想将来他能够独挑大量 如果能做导演更好 他做导演就可以请我做武术指导 洪天明回到 我以前很害怕跟爸爸一起拍戏 但是现在我长大了 不怕他了 我很期待跟爸爸的合作 洪金宝虽然表面上对洪天明很严格 但是依旧对儿子抱有很大期望 他希望儿子能接班 成就一个电影家族 而洪天明也表示 自己会努力的 洪天明进入演艺行业已有二十多年 但依旧不温不火 除了个人问题外 还跟父亲洪金宝的态度有关 洪金宝曾说过 我从来都没有利用自己的面子 让业内的朋友特别关照洪天明 洪金宝认为 小孩子想要成名 就应该自己努力争取 所以洪金宝对洪天明的演艺生涯 并没有太大帮助 现在洪天明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 也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洪金宝很疼爱这两个孙子 洪天明都嫉妒的说 时间上可以指挥父亲洪金宝的 也只有他的孙子们了 一家人闹闹腾腾 但也过得幸福美满 洪金宝就是传统的严妇 但也是因为洪金宝的严格 才能培养出洪天明这么懂事的孩子 父爱是高深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也会鼓励孩子继续前行 最后也希望洪天明 能有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